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留下痕迹 从黑色的墨汁开始走 一直到最后这个波变为清水 它的构想是来自佛经 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重刑犯 那国王跟他讲说如果要饶你不死 你就端着一个油波 从城南走到城北 如果油箭出来的话 筷子手就取你的手机就对了 他就专心在直播这个事情 那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事 但是他都视而不见 最后到达目的地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佛陀讲这个故事主要是在讲说 专注在修行里面是重要的 所以这个从南到北 或者我这个从黑色的墨汁走到清水 也是有暗示或者隐喻修行的过程 也就是从有瑕疵或污染 最后走到纯净 所以我捧的那个波 某方面就是专注自己的信念 但是你还没有学会 我会忆说 一段时间 我就知道